今天麥克風好了 大家好 歐副市長他堵車不在中壢 所以會晚一點到 所以我們先行討論一下 今天的主題是霸地永續保育 那麼我們大家先來回顧一下 我們台灣的這個霸地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每次這個下大雨的時候 這個饅頭啦 新竹的武功啊 他堅持這個土石流都非常的嚴重 大地都污葉了 都流淚了 都吊嚴了 那麼我們這個大地到底 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先行在這方面 對大地的保育 我們先來先做一個討論 因為他有這大概 大概四個月好不好吧 估計他會在中壢 不是大概五點 大概五點才會到吧 所以我們這二十分鐘的時間 我們大家來先行討論一下 到底我們的這個環境保育 對大地的保育 出了什麼問題 還有這個大地 出了這個我們說 就是浪潭山林 可能造成這個水土保持的問題 還有這個環境的污染 和它的污染等等的問題 都對我們居住環境 還有這個空氣的一個污染的現象 都對我們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危險 那麼我們就先對這個主題 所以我們先做一個歐副市長 歐前副市長來的時候 我們先做一個熱身的討論 好 大家有沒有什麼 這方面應該是在日常生活當中 都可以提到 對不對 那麼就你們的辦法 我們大家無避太居住 大家提出意見 我們先來討論一下 對不對 好 這塊我就是這個負產遺漏 因為這塊是我自己過去 工作上稍微比較熟悉的一塊 那我就先把這些方面 我提出我個人的一些 我們的一些看法 那先從那個 我們現在有什麼樣的一個法律 那其實大地的這個有序保育 我們現在有關環境方面來講 那我們大概是有五個法 你們記得 空 水 沸 路灶 空氣有一個污染的防止 然後空水 水的話就是說 我們的那個 那個飲用水啊 還有這個水資源的這個問題 沸 沸的話是沸汽物 毒 就是毒性化學物質 就是那個噪音 其實 這五個法律 只是說 我們過去 因為人為的一個 不當過度的一個開發 其實我們 等於說是 吃了一個很大的一個後果 就是在那個 里悦的那個 什麼 怎麼毒啊 那個時候 他們世界各國 大概就有一個 他們叫做21世紀的一個公約 等於說 那時候世界各國 已經發現到說 這一塊已經是蠻嚴重的問題 所以那時候 有那個公約來做一個約定 所以以後 我們來做一個 一個 這一方面 我們怎麼樣來 做一點保育 做一點維護 我現在大概就是說 基本上 我們整個生態來講 其實是一個 生態的一個關係 那我 因為這個 可能很多 那我就以空水 非常少 這個簡單的概念 那給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 那我們知道 空氣污染怎麼造成的 空氣污染 OK 那這個答案很好 其實 我們想一下 剛剛這個答案都很對 其實 我們講一講 假設說我們現在 因為工業過度的一個發達以後 那現在我們出門 大概都是 就是交通工具 汽車什麼這些 然後汽車的話呢 燃燒的時候 它會還有廢氣的 那個廢氣本這裡面 大概是一個 一個二氧化彈的東西 這個叫CO2 那二氧化彈的東西呢 它到空氣中 去了以後 從空氣中 冷力流化了 那就有水分 所以它就變成一個 那個碳酸 碳酸的話 就是一個微酸性 然後好 那我們燒到氣候裡面 因為氣候裡面 因為在提電開採的時候呢 裡面還有油分 那油分的東西呢 經過燃燒以後 有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 以後呢 又跟空氣中的水分呢 那就變成吸油酸 所以大家會 會為什麼常常聽到說 什麼有酸魚酸魚化 然後的話呢 那我們氣候裡面的話呢 因為那個 據說在發動的時候 以前呢 常有一種叫做 那個震動防暴的 所以以前的話 常常有一種 很多的東西 但是現在 現在我們的工業進步的話 所以我們現在有五切氣候 五切氣候的重點就是 皮眼然後切了 然後 那整個 整個 因為過量的這個 就是高度的工業化以後的話呢 那我們現在 這些東西裡面 好 燃燒的東西呢 有沒有燃燒不安全的東西 燃燒不安全的東西 燃燒不安全的東西的話呢 它就是叫做 就是微粒 微粒的話呢 等於說有溫度 有這些時候 那它就上升了 上升了以後 那我那時候 是大概 大家有一個新的研究 叫做多營整的理論 多營整的理論是怎樣 比方說 你這塊的地方的話呢 你這樣過度的開發以後 還有你燃燒 那些肥氣什麼那些 包括我們的氣 就整個溫度慢慢在上升 然後 然後你那個 汽車啦 或什麼這些排放的東西呢 這些微粒的東西 都慢慢上升 上升以後的話呢 然後它在空中 變成一個懸浮的 懸浮的東西 真的給我們的這整個世界 變化是非常大 所以我後來看到 那邊的報告就說 它多營成理論 但是說 你這個 你這個 這個 比方說海平面 海平面的話 然後呢 我們現在因為這邊 有很多的威力呢 一直上升到某一個地方 它又下不來 下不來的話呢 它就卻不在空中 所以我們有時候 看到有些量灰門的 那些東西都掉不下來 掉不下來的話怎樣 那我們太陽光的 那個光的話 光照了嘛 照到海水 發射到這個阻隔 所以某一部分的海水溫度的話呢 它可能是 它可能是 那個溫度不容易上升 那有一些審常的話呢 那太陽光直接到省 所以說的話呢 變成是說 本來海水的溫度 如果說沒有這種污染的話 然後的話呢 它海水溫度 是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冷的 但是因為這樣的一種變化的話呢 那變成是說 某一個地方的 那個海水溫度可能偏低了 某一個地方的話呢 那它的海水溫度可能高了 這樣一次一見的話 所以各位會感覺到 為什麼說 這幾年 非常異常現象 像沙烏地啦 阿拉伯啦 或者是說一些商務的地方呢 從來沒有下雪 就在那裡有下雪 然後有些地方 那水道之間 其實跟這種的現象 海水溫度的變化 則是有很大的關係 那所以說呢 那我們有一個概念 其實 所謂大的永續的話呢 那我們各位 有一個印象非常深刻的 其實 我個人 也不是要做檢責 但我了解很多人會以後 其實我們 我們是我們 什麼 電子工業的 每一個人都是因為電子工業 發育過程的受害者 當時我 對那個電子業 我只是曉得報紙上媒體的一個包裝 就是說 誒 這是一個無淵蔥工業 可能各位有聽過一個名字 無淵蔥工業 可是各位 要曉得 因為那個電子業的東西 兩種說精品 或什麼什麼這些 那它 就是要強調它的一個品質 一個精益度 所以它生產出來以後 大部分都要用大量的 那個強酸強解 或者是一些 一些那個有機容器 特別是那個有機容器 叫做VOC 揮發性的有機容器 這些東西 然後去可以給它加以處理 加以處理的時候 那我們早期 因為沒有這種法令 沒有這種法令 而且也沒有這種概念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大部分的話 反正有爐油這些東西 就偷偷排掉 或者是自己 挖一個景觀裡面管 最有名的例子 我們可以知道 你像那個RCA RCA的話 它那時候就是有一些 散率效應 或者視率效應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東西 我們有一個觀念 一些化學物質 它本身來講 它的比重非常大 所以比重非常大的時候 那它就把它 全部都到那個機裡面 把這邊看到 對不對 那它就一直生下來生養 浮長受污染 受污染以後 我們知道 地下層有一個地下層的水脈 連那個水 在水的話 我們知道 大概比重多是1 但是它這個1.5多 1.6多 甚至2.0多的話 就比這個水層還更重 更重以後 它這些東西 就是跑到你的那個水層以下 所以說 為什麼RCA的問題 很難處理 因為在這種情況下 你要把這些污染的 都從那個水層以下 把它再拿出來的 這個技術性 還是太容易克服的 好 那我們也看到 等於最近幾年 比較有名的 你看那個中石化的 帶油漆的那個污染 那帶油漆的這些東西 其實的話 都是跟我們 因為大量使用的這些 可以要去有機容器 還有什麼這些 所以有時候各位可以了解 為什麼我們 很多時候我們 那個香山的偶像怎麼搞 怎麼變成綠 好 因為我們那個電子櫃裡面 我們有的那個銅 還有用的這些東西非常多 非常多 它用大量的這些有毒冷 浮蝕的 這些東西的話 來做處理的話 那當時沒有這種管制 所以呢 它想流流流 長期流流 有累積的話呢 其實大部分的話 都是一種叫做中金屬污染的東西 所以我哥 當我慢慢了解 像我們現在華麗 已經慢慢在完備的時候 現在的狀況 比那個二、三十年前 的確是好很多了 那二、三十年前呢 這一類的行業呢 其實 就是因為我們 我們其實所知識相關這些不夠 好 如果說我們有這樣一個概念的話 當時在美國 便是要把它細骨 為什麼 其實我們這邊使得很多東西 因為它發展到一個極限的時候 它都被活污下去了 因為它負擔 很高的這個污染成本 還有什麼這些 然後這一層的一下子 它沒辦法維持 所以就是往比較落後的地方 就是這樣一路一路 就是整個世界 大概就是一個循環 那現在來講的話 那我們法律上的話呢 現在是比過去要好很多了 好 那就是說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觀念 你看那個 像有一種叫做清佛山 叫做佛化群的東西 那種東西有很多谷 你知道嗎 那種東西 所以股瘦 股瘦股瘦裡面叫做化骨髓 那我的印象當中 當時好像是南部 南部帶來某一個大公司 有一次那個觀線 這樣一路下來 有一個公司是 如果那邊沒有帶捲毛 結果那可以下來 一下來以後的話呢 大概是 大概是兩三年以後就化了 因為那種東西恐怖在那裡 你知道 它掉下來以後的話呢 它就直接到你皮膚裡面吸收 你也看不出山口 你也看不出這個 但是呢 它就一直在把你的骨頭 把你的這些子撕掉 所以它的那個急救機叫做葡萄 葡萄糖蓋 葡萄糖蓋 或什麼這些 那是它的一個檢測器 所以我們有太多太多的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為什麼是說 在公屋的這塊到我們的管制 像現在大概都是蠻遠的 各位可以放棄 當然我是講 我們早期了 走二三十年前 包括我們的很多廢水 廢水、重金屬的這些污染 包括這個 那這個就是說 我們概念上 我們就是有 風水、廢毒、罩 這五個法令呢 在給我們做一個事後的一個補救 事後的這些東西 當然我們現在說 概念不順其中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想到說 想到是說 我們好像很多大電話 這些什麼三八八的土石 就是什麼 大部分都是 概念上簡單一點來推算 大概就是 就是講說土石略或是怎樣 那實際上來講的話 其實那個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 是重大洪灘非常嚴重的 因為洪灘這個 它的地質的那個生成 很深的年代不是很久 然後幾次一個地震以後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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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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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這個一個運動 所以我們當台灣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辦承擔 那像我在 一個禮拜前 我還特地去去看一下 看了什麼地方呢 一個 我們這一次知道 那個A3 那邊 要把那個達方 達方再進去 有一個叫頓富岩那邊 那邊 那邊有兩座的那個大的吊橋 兩個 兩座大的吊橋 連續一下大雨的時候 那整個下來 哇 那個就可以感受到 那個大自然的那個 那個力量是非常大 整片 整片那個山 整個都下來了 整個都下來 然後那個橋 大概要揪 大概是太可能 因為它都至少要花兩億以上 兩億以上 然後 然後的話 我也跑到那個 那個34921號 那個大地是那個沿頭 沿頭那邊 那也即使那邊來講的話 它有地質 還有這些藝術來講的話 其實 有時候說 你說那個是爛肯 它完全沒有開肯 只是它的那個沿沈很快 那比較鬆動 然後它那個是擋不住 所以那邊造成 那什麼越塞湖 草裡那邊的 什麼越塞湖 或者這些 所以我們現在就 我看 空水 對 像我們廢棄屋 各位有感覺到 為什麼我們垃圾 還要分離還什麼 廢棄屋的這一塊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一般工廠 一般都對他們是怎麼做 除了垃圾分類以外 像你那個 一般如果說是 有你這個 事業 因為你生產 或製造這個東西的話 那 產說產生的東西 那第一個 它可以鑑定 你這個是有害 或者無害的 那有害的話呢 通常你沒有處理能力的話 那 那怎麼樣 在於這個處理能力方面呢 當然 像一般的 比較有規覆的公司來講的話 那它變成是說 它可能要 拍一些東西 接受這方面的 一個訓練 舉得一些震盪 所以說呢 現在的一般 我們的一個做法 就是說 你這個東西 從外面進來 開始的原動 一直一直追蹤到最後 最後你這個東西 跑到哪裡去了 所以說我們現在 法律上的東西這一塊 剛剛多少對我們這個 這個大典 這個保育還是 還是有相當的一個幫助了 空水費 特別是那個毒性的這一塊 毒性的這一塊 過去我們小孩子的時候 我們一般 撒蟲對我們都叫DDT DDT對不對 那其實DDT 我們看為什麼現在 現在如果說 你跟人家講 撒蟲劑 用DDT折省 其實這東西已經早在 好幾十年前就可以了 因為 因為牽涉到它裡面的 那個成分 那種成分的話大概是 大概是一百多年 看有沒有辦法去把它 去把它打自然 去把它農料去那些 好 那這個就是 然後我剛才是講 我們打鐵永續保育 那我們要整體來看 當然就是說 你的天氣的變化 然後的話 讓我們知道 你大量開發 帶來什麼樣的 另外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要用 不少的肥料 不少的農藥 對不對 那肥料用多的話呢 大魚一沖下去 像是水部 水部的話 因為裡面還有蛋的東西 蛋的話呢就可以 可以造成你 那個水裡面的 那些那些 那些微生物啦 或者是一些藻別的東西 那就是蛋蛋會生長 蛋蛋會生長 蛋蛋會生長以後的話呢 它大量 汲取你那個水中的養分 所以你最酷的話 就又氧化開什麼這些 那這些都是 那這些都是整體的太大 我現在只能說 簡簡單的呢 給各位一點點小印象 就是說 我們對於大地永續的保護呢 不是只能看一塊 整體 整體都是互為英國 互相互相關聯的 好 然後我們現在 一般的強市場來講的話呢 就是說 現在世界各國 都有在推特一個東西 我們現在出門 大家都講在時候一時候 其實ISO的話有9000 9000或者是那些 簡單一個概念 那個大概是偏向於品質 或那些 我們還有一個叫做幻安市 幻安市的話就是 針對環保的這一塊 那環保的這一塊 目前的話呢 這也是 如果說我們的一家公司 沒有幻安市的東西 大概你要銷售到 歐美德國大概都是沒辦法的 好 所以這個也就是 我們稍微可以放心一點 然後現在甚至於 也有了在推那個公安的這一塊 公安的話就是一萬八的部分 好 那這時候 我個人跟大家分享 大地永續保育的話呢 其實我們在等一下 可能歐董事長 他這方面很重要 我們整體上的一個觀念 是一塊的 你要一開始 你要一個整體的概念 像空水被塗造 空氣的物體會造成怎樣的東西 那到最後的話呢 空水 那水的話 那你這邊燒不耳塵的東西 到空洞去 那些動作是摔魚 摔壞你的食物 摔壞你的土壤的這種 那食物枯死掉以後 那你那個土壤的 那個土壤的能力也變差 然後空水 水的話 當然就受污染 水的話受污染的話 水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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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升到最後的話 當然也跟我們健康疫 也是有關係 然後你肺的話呢 大概就是飛球的一個管理 那補的話呢 就是不吸化學物質的 這方面的管理 照的話就是照音 我們目前政府有個相關的法律 大概就是在這塊這五個中期在保護我們 因為我只在這個時間 我也沒辦法調出那麼多 因為這裡面獻子的東西蠻多的 就是簡單的 優點時間跟大家分享一下 謝謝陳大哥 其實這個大地永續保育 這個是全球性的問題 不是單獨說我們台灣進地做就好了 它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譬如說我們現在大陸的沙塵棒 飄到我們台灣的上空 因為我們台灣的天空都變得灰濃濃濃的 所以這個是整個問題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還有這個溫室效應 不是因為這些空氣污染問題 這個惡氧化碳 這個全球各地都開汽車 惡氧化碳的這個含量太高了 造成這個溫室效應 所以這個溫室效應 你說產生的一個後果就是相當的嚴重 譬如說我們聽到了中央累積的 這些冰山都開始融化了 結果水位提高了 那麼以後我們的土地 是會因為水位提高而漸進的下陷 造成這個土地的這個全球性的滅激減少了 所以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大家在提出來討論的 因為歐副市長還沒到 還有其他 還有其他 有其他的 有其他人關鍵要發表 謝謝 那歐副市長說 今天他是不是五點半才到 剛才公交還在到楊美 想到楊美 要我稍微報告他 說 因為三個月小 他跟我們全台灣 留守衛城在建山講回洋消息 介紹他都包圍的 他等他說 台灣本身受的災害是什麼 我去台灣本身 大自然的災害是什麼 大自然 大自然 五十六 五十六從哪裡來 五十六 還有自然災害呢 從大自然的自己產生災害 地震風災 地震 海風還有呢 這兩個最大 他說這兩個會追毀台灣最多 全世界 他說台灣有三個 比較會大會摩摧 台灣 可能受災害會比較多 台灣在全世界佔最高危險的地帶 台灣 對 他說他自己是學 他的國師是學的地質 然後承搭 承搭服務系統 在美國 知道台灣的地質是怎麼形成的嗎 對 兩個百塊 借我兩本書 那上次用書了 來 一個大本的書 他說兩本 台灣在第一 但是有一個地層 地整個相擠 可是相擠是怎麼擠 他說不是上下擠 上下擠還好 上擠這裡都是平 結果變成這樣擠 他們整個都是這個面 這個台灣這個這個 這個集市這個面 做他們斷場了很多頁頁頁的斷場 他說他說 台灣是全世界最高危險的地帶 可是最危險的是在哪裡 哪個區域 台灣在哪個區域 他說 受災最多會在哪個區域 台東 華麗 他說 他舉例 台北是怎麼形成的 其實台北是怎麼形成的 台北是怎麼形成的 台北是怎麼形成的 以前可以去 可是現在已經堆積去的 越高 可是基隆後的就去了 可是如果在大地震下去 就是他最大的區域 是哪裡 死亡最多的 都是大區域 他說山領 住在山領的 因為住的比較散 住的比較散 他傷亡都比較大 幾十個有上來的 如果台灣的大災害產生 台東大水大地震 大火災 地震產生的 我產生的地震 或是大神瓦市場 最多的是哪裡 他說在大陸 那大樹造成的結果 所以說他一直在 為什麼在 那天我們也談到 愛好他沒有選 愛好他沒有選 他就是他 他其實會不會 也行 我才能操控 他真有意